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有第一次十連抽板甲 第五次保證出現限定一隻 第七次保證C65一隻 這個第五次的話要講的話就是三選一的部分就是這樣 第一隻 然後第二隻 第三隻這樣三選一 第三 第三隻是C60啦所以才有這個第七次保證C65的這個 這個獎勵 好那麼進入到角色介紹環節 翱翔蒼球的黃甲龍 來得雷歐 種族龍族體力型C65血量 15000攻擊力6000回復力1600 對的確是非常明顯的 日版動機 中夾加大炮啦 回復力慘的跟什麼一樣 嗯的確有點可惜 種族的方面可以到達多種族就是一次雙種族化這樣子 會覺得靈活度會更好一點點啦因為單種族的話BG配合上會有一點 小防守的問題 好的那麼主動技能的部分特殊之以外轉為C珠大 中央轉一個障礙珠 特大雷射中 呃對 一回合自身展開10000點護盾 6回合自身防禦力提升5000 3回合紅珠 掉落率變成0 自身6體CD6 呃這個 這個技能是可以處理這種 花絲大轉版的 特殊之以外轉為C珠大的話 這就是轉一轉之後版面會有一大堆你的C珠 而且是C珠大所以傷害量是絕對可觀的 然後也不用怕說轉完的話你會沒有藍色色珠可以幫你做炸C 因為 特大色珠會把出版炸掉 所以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那麼這個 中央轉一個障礙珠的話這次會配合他的 變動技能 等一下再來講解 接下來這個 支撐展開10000點護盾 然後防禦力與嘲諷的話就覺得 配合得非常好啦 這種 就是 配起來就是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護盾與嘲諷或者是這種拉防與嘲諷我覺得配起來都是非常棒 那最後這個三回紅珠掉落率變成0 就當作送的吧 畢竟雙射版 控雙射的 技能都有機會卡版的 這空單射技能 也一定會卡版啦 也 一定會卡版的 這個沒有 射珠控制的角色我想已經卡到爆炸 好了 那麼C技能的部分 給予單體極的傷害一盒藍屬性的攻擊提升100 非常強的C技能了啦 大家要知道正道傳那種 總大攻擊又配合你 的話那個C技威力都不容巧去 尤其他的主動技能可以轉出這麼大 這麼大量的低珠的狀況下 傷害一定是不同的 那麼 被動的部分 保護破壞與障礙破壞 對啊的確蠻日版的啦 因為日版現在 不少的紅色關卡 對保護障礙的要求 慢慢的增加了 所以 的確是蠻日版的東西 那麼被動的這個 破壞障礙珠全角色點來蜘蛛家2 這就是一個 你在障礙珠掉落很大量 大量障礙珠掉落關卡的話 這個被動是常駐的 因為你要銷到 就有兩根手指 然後呢假如說關卡沒有障礙珠的話 其實沒關係啦 這個被動還是有用的時候 就是開技能的時候 技能有賺過一個 中央轉一個障礙珠給你 所以這個開技能的時候 一樣出發的到 被動傷的部分 自身與其他角色發動 主動技能的時候 全角色攻擊力與防禦力提升1500 很棒啦這個 開個技能的時候 再多 還可以 多幫忙 輸出與拉房 不錯不錯 這個被動是減CD的話 減CD都還是不錯的 減CD都是不錯的啦 好啦 那麼我們的第2隻角色 玲瓏與神將 水靈與天翼神 種族為龍族與神族 均橫行 扣蛇是65 血量7000 攻擊力5900 回復力2900 均橫行裡面的話 他算是攻擊力偏高的均橫行 因為比起他攻擊力到達6000 然後再吃完果實的話 攻擊力可以到達7000 其實這個就跟一個攻擊型 不相上下 不相 不相上下了啦 回復力就是普通普通中用中用這樣 主動技能部分 轉換16個C珠解除病毒 一回合全角色產生 綠轉環爆彈掉落CD4 其實我不得不說這個技能是做得非常的強勢的 因為 這個解除 就單論解除病毒這一點的話 你短CD給予解除病毒 你這樣的話 敵人要上毒的機會其實是非常的低的 除非他每回都上毒 這個C珠的話 這配合他的C技能 可以做一個 大量的爆發 拉 攻擊與防禦的部分 那這個全角色產生黃色蜘蛛連鎖 與黃色 綠色轉環爆彈掉落的話 就覺得 就是加分 就是這樣子 C技能的部分 給予單體兩次特大武殺害 兩回合龍族與神族 攻擊力與防禦力提升160點 欸 這個 C技能雖然是給予單體特大傷害 但是他的特大傷害是 做兩次 所以這樣成長的話其實跟激烈的傷害其實差不了多少的 說不定可能還比傷激烈 大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呢 他這個 攻擊與拉防禦的話 配合他的主動技能的話 其實拉的幅度也不算小啦 而且 有拉防禦的話有時候在一些高連擊的關卡裡面 這個拉防禦可以出到一些奇效 這樣子 那麼主動 被動的部分 包括破壞與障礙破壞 好 就是 這個 好啦 也算是 畢選個俠 破傷害比較好 但是 畢竟日版 也在 是強 就日版的東西 大家就 OKOK這樣子 那麼 這個被動的破壞障礙數的時候 全角色攻擊提升1000 呃 其實這種破壞障礙數的主動技能 我覺得 除非你本身 自己的被動有給 或者技能有給的話 不然的話假如說 這個關卡裡面沒有 對應的珠子的話 那大概就是 形同虛色啦 這個拉攻擊拉1000的話 呃 可以拉到1500會更好啊 但是1000的話 其實就已經不錯了 被動3的部分 龍族與神族在前途的時候 暴風大幅強化 呃 我是覺得 泳裝禮賀的那個被動會做得更好 泳裝禮賀的被動是 給予全隊暴風大幅強化 給予夏季 與人類角色的暴風 夏季角色的暴風 大幅強 再更大幅強化這樣子 的話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這個被動就是 綁死一定要龍族或神族 但是你看那個泳裝禮賀是全隊都能共享 這樣子 對泳裝禮賀那個 錯的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的話就比較普通一點 最後一個就是 黃屬性 角色錯到 DXR解清15% 全隊上 全隊性減傷 還算不錯啦 全隊性減傷還算不錯 配合他的這個低進的話 傷害可以真的可以壓得非常的低 好啦 第三隻角色 借後的聖雲 雅爾夫海姆與諾倫 種族衛龍族神組回復型 扣蛇60 血量6800 攻擊3700 回復力6000 好啦 中庸的回復型數字 好啦 血量有一點多 血量真的有一點多 再多一點點上7000的話 可能就變成C65了吧 呃 他的攻擊也算是 上回復性率也算是 高 也算是蠻高的啦 好啦 那麼 主動技能部分 藍黃各轉C珠 與新珠 一回合綠屬性 回復力提升1500 產生綠色與新珠連鎖 CD5 呃 呃 其實這個技能 看起來不錯 但是其實 呃 你看 覺得零爆 一個零爆霸的技能啦 也是一個 輔助性 輔助性取向的技能 這真的就是一個 輔助性取向的技能 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反正就是一直輔助性的技能啦 啊這個 開下去的話 回復的方面是不缺了啦 因為畢竟又有拉回復 然後又有新珠連鎖 這回復方面一定不缺 但是就是 火力啦 火力就是 真的就是偏低 呃 C技能的部分 以回復 力的比例給予戰體兩次大幅傷害 與HP回復 呃 其實這個C技傷害不知道到時候打出來多少 假如是特大的話 那傷害一定是可圈可點 但是這個就有兩次大的話 就會 呃 對 可能會有傷害不夠的部分 而且他畢竟也沒有拉回復 他只有給你HP回復 假如敵人降回復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雖然他技能有回復力上升啦 但是我覺得 畢竟C技能上升的話 用起來比較擴守 比較方便一點點 對不對 被動的部分 障害珠與病毒無效 呃 好啦 還OK啦 但是 破傷害啦 現在全遊戲 黃鼠 傷害珠要求量這麼的大 破傷害真的會好一點點 好啦 啊 被動的破壞傷害做的時候 HP回復4000 呃好我是覺得這個 我是覺得有點極了啦 畢竟 他的回復力這麼高的狀態下 多這個回復力4000 除非你帶頭那隻角色 回復力不太行 不然的話 這個 4000 我覺得 可有可無 而且 你還要前頭那隻 不太行 回復力不太行的角色 還有破障礙喔 假如沒有破障礙 你張愛珠沒有清掉的話 那你這個被動 有跟沒有一樣 呃 被動傷的部分 自身在前頭的時候 黃珠轉為15個自身新珠掉落 嗯 呃 就當作 增傷 欸 算小增傷 或者是 缺血量的時候 剛好 新珠掉落率又差 的話 那麼 這個 這個被動 不血量 不 非常的夠 還算OK啦 啊 假如說 配合一些 有些角色的技能是黃轉C珠掉落的話 那這個技能會被蓋掉喔 被動傷的部分 龍珠與神珠在前頭的時候 每回復4000點 欸 這個就 我覺得還算不錯啦 還算不錯 這個我是覺得真的不錯 欸 這樣算 每回合是 每回合龍珠跟神珠的話 就是補4000 只要全隊都是龍 或全隊都是神 有龍神混雜的話 那麼就是 每回復4000 4000 這樣 啊 啊 這個被動歌就算了吧 這樣子沒看到 好啦 那麼簡單結論一下 我覺得這個 萊德 這個萊德雷歐與天一神 是值 還算值得抽啦 因為這個萊德雷歐的話 活力 挺驚人的 假如你沒有 正道船 所以那個 過去正道船的話 這隻角色你可以補一下 試著補補看 抽的到的話就抽 抽不到就 算了 啊 這隻角色我是覺得 因為他的技能非常的稀有 短CD解除病毒 所以 這隻角色 非常值得抽 因為畢竟這個 短CD解病毒的話 全球性 沒幾隻 對 真的沒幾隻 就真的沒幾隻 這個 超級亮點 好啦這隻 天一神也可以抽啦 啊這隻角色就 算了吧 好了 那麼這次的角色介紹就告一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影片不錯 點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 好啦 你想點不喜歡也可以 那麼別忘了訂閱跟小鈴鐺 這樣子可以隨時 知道我的 第一手影片 那麼 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拜拜